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残忍的凶杀案背后 竟然藏着二战时期的阴谋的惊悚悬疑片 暗流 大山深处突发一起凶杀案 警探老王奉命前来调查 受害人是附近一所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 起初老王还以为是一起简单的意外死亡案件 可是当警长把老王带到了大学的医院 见到受害人的惨状之后 才知道案件的严重性 首先说一下大学的情况吧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被誉为明星的摇篮 培养了众多杰出人士 学校有自己的水厂 发电厂和医院 医院还免费对当地人开放 来看病的人分文不收 在医院的冷冻室里 受害者双手被砍掉 双眼也没有了 手脚被捆绑起来 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整个身体缩成了一团 据最早发现死者的人回忆 他被人吊在了距离地面 50米的一座瀑布的边上 大概了解情况之后 警长就要求手下到附近百里展开搜索 同时去调查死者的亲属 和其有亲密接触的人 只有老王一个人 来到了附近的眼科医生家里 他想从医生口中 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医生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告诉了他一个秘密 说大学里的教授们 都存在着通婚的现象 因为只有这样 培育出的下一代才会成为精英 但是导致的后果也很可怕 那就都变成了近亲关系 一直这样繁衍下去 势必导致胎儿先天缺陷 而另一边 年轻的警员大卫 正在调查一起盗墓案件 被盗的墓主人 是一个只有10岁的小女孩 墓碑的门上 被涂上了纳粹的符号 而涂纳粹符号的人 也被抓了起来 很想直接去询问此人 那直接到了一所学校的报警 称档案室被人撬开 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丢 很是奇怪 女教师说 自己待在这里已经有14年了 大卫一听 顺便让她查一下小女孩的档案 说不定会有意外的发现 谁知档案里关键的几页被人撕掉了 但是从老师的口中得知 小女孩当年是出车祸身亡 她的母亲自此就疯掉了 在学校找不到线索 大卫就来到了当地的交通局 这才找到了当年小女孩 出车祸的调查报告 大卫想找到她的母亲 可是已经20年过去了 谁也不知道她在哪 交通局提供了一份保险单 让大卫去保险公司找找看 兴许会有新的发现 大卫按照保险单上的新地址 来到了一家修道院 在这里 他见到了小女孩的母亲 并从她的口中得知 自己女儿的死和一所大学有关 而这所大学 也正是老王正在调查的大学 这边 老王来到死者的宿舍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人体照片 随后去找了目击者安娜 她是一个攀岩爱好者 当老王提及死者时 安娜有意躲避话题 随后借故离开 这时老王接到病理学家的电话 说当时死者眼里流出来的眼泪是酸雨 但是近短时间这里并没有下雨 这让案件变得有些蹊跷起来 老王不由自主地望向了山顶 随即 他和安娜被直升机送到了山顶 山顶被冰雪覆盖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冰川 两人带着绳索 下滑到一个冰川的裂缝里 想取一些冰块来做样本 看看是不是和死者流出的眼泪成分相同 不过老王却在裂缝的底部 发现了一个溶洞 安娜劝他不要进去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然而老王只想进去一探究竟 谁知却有了更惊人的发现 又发现了一具被害人的尸体 而另一边 大卫回头去找了自称是 新纳粹党的几个混混 想知道是谁到的墓 起初几个人都不肯承认 在被暴揍了一顿之后 才知道他们有一个白色小车去过墓地 大卫查到了车主的信息之后 就来到了此人居住的地方 而老王发现的死者 正是大卫要找的车主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死者的家里 但并没有太多的线索 随后两人来到了医院 死者同样是被砍掉了双手 手脚被捆绑 称卷曲状 可以断定是同一个凶手作案 两人马不停蹄来到了眼科医生的家里 老王此时认为 医生的嫌疑最大 他们悄悄地走进了医生的房间 没想到医生却被人吊死在了家里 而且身上还在滴血 还没有反应过来 只见一个黑影迅速冲了出去 老王紧跟其后追到了楼下 没想到手枪被黑衣人一把打落 可是他并没有伤害老王 随后大卫再一次追了上来 眼看就要抓住黑衣人 无奈体能有限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了风雪中 警察赶到后 迅速比对了凶手留下的指纹 却意外发现 指纹是死去的小女孩的 至此老王才和大卫有了共同的目标 因为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那所大学 大卫和老王分别后 独自来到了墓地 打开棺材后却傻了眼 里面只有一张小女孩的照片 这下总算有头绪了 显而易见 当年的小女孩并没有死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黑衣人 这边老王把安娜送回了家 在他房间聊了一会儿 还看到架子上放着的炸药 他觉得安娜的嫌疑最大 但是又觉得不像是他 离开这里之后 老王来到了图书馆 从工作人员口中知道 这所大学在模仿二战时期的纳粹 进行所谓的人种改良计划 他很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恰好这时校长出现在他的面前 老王顿时觉得 这是校长一手策划的阴谋 两人在争论不休时 大卫匆忙赶到 给老王看了小女孩的照片 可以间接的证明 幕后真凶就是安娜 两人赶紧驱车 赶往了安娜的家里 不料在路上遭到了一辆货车撞击 大卫想开枪打死司机 怎料玻璃是防弹的 两车在互对时 大卫不小心被甩出车外 在拐弯处 货车一个加速 直接顶着老王的车前行 情急之下 老王偷出枪 对着司机射击 最后时刻总算干掉了他 顾不上多想 两人赶紧前往安娜家里 可是他已经不知所踪 随后他们无意发现了一间地下室 里面有每个受害人的残肢 这一下可以坐牢 安娜就是杀人凶手 老王还发现架子上的炸药也消失了 就知道安娜一定是去了山顶 他让警察赶紧疏散大学里的学生 随后和大卫一起坐上缆车 向山顶驶去 到达山顶时 太阳已经升起 只见安娜身上装着炸药 他要炸掉山体引发雪崩 要让这所学校里的所有人都跟着陪葬 老王和大卫则在不停地劝着他 哪知此时他们的身后 出现了长相酷似安娜的女子 原来这是安娜的软生姐妹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做的 就因为当年学校的人种改良计划 将他们分开 母亲为了报复学校 伪装了车祸 制造妹妹死去的假象 妹妹让安娜杀掉老王 可是她根本下不去手 最终安娜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妹妹 枪声一响 瞬间引发了雪崩 老王和安娜还有大卫 躲在了铲雪车下面 而安娜的妹妹则被雪崩掩埋 最后警察及时赶到救了三人 导演把一个说起来简单的故事 拍摄的悬念跌出 曲折深沉 特别是故事的结尾 曲折惊险出人意料 其中不发悬念大师 西区苛刻模式的味道 恐怖悬疑氛围的营造 让观众随着剧情的发展 屏住呼吸 真想按照自己的猜测 快点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 但结局却在过程中深藏不漏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定 咱们下期再见